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館方的這個執行長 他叫Doris 請他來幫我們介紹愛玩社創意館 好那我們現在位置呢就站在門口 Doris幫我們介紹一下愛玩社創意館跟這個玉林企業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愛玩社創意館的Doris 那我們玉林企業跟愛玩社創意館 玉林企業是生產顏料起價的生產廠 那我們愛玩社創意館呢主要就是做觀光的部分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的顏料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那他的使用方法跟特性會在哪邊 然後好玩的地方會在哪裡 所以呢一開始是玉林企業先成立 最後呢後面這幾年才成立這個愛玩社創意館 那等一下在館內呢就有詳細的這個企業歷史說明 那一開始我們先從這個大門進去 是不是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大門的整個這個造型設計好不好 是我們大門進來呢 你會看到我們有非常繽紛的五彩的格柵 那看起來非常的顯眼也非常的粉色系 很有小女孩小男孩的風格 那一剛開始進來呢 就會看到我們的吉祥物來做迎賓的部分 那我們吉祥物是我們的凱樂圖 那在我們大門口也有看到一個巨大的顏料罐 很像上面流下來它不是奶瓶喔 它是顏料罐的造型喔 就好像是一個水彩流出來對不對 一個顏料這樣子流出來 嗯 就表示說這個當初呢這個工廠就是生產這些彩色顏料就對了 是 我們主要是生產彩繪顏料跟一般的彩色筆啊 蠟筆比較不一樣的喔 喔 彩繪顏料 但是我們是比較屬於手工藝類顏料方面的 比較有特殊性的 好 我相信裡面一定還會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呢就開始我們進來這個 大門這個愛玩社創意館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哇 在這個右手邊就有這個企業歷史 是 幫我們介紹一下1977年發生了什麼事 對 我們 玉林企業是在1977年創立的 那我們早期是生產膠水起家的生產廠 後來才慢慢轉型生產各類的特殊彩繪顏料 那像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神奇彩繪創意貼 它在1996年誕生囉 神奇彩繪創意貼它是可以重複撕貼在任何的光滑表面上的 喔 就是我們現在的玻璃貼對不對 對 喔 原來你們1996年就已經這個生產出來了 對 我們算是 喔 全台灣最早研發這一個顏料的 那主要它是由我們的德國的廠商要求我們去研發這個產品 那它的特性贏過非常多的歐美顏料工廠 好 那當初這個神奇彩繪創意貼 當初大概都是什麼圖案 圖案的部分有蠻多種 主要是可以佈置居家的 居家的圖案 喔 就是比較居家型的 就不像現在那麼多卡通圖案就對了 對對對 比較居家的圖案 一剛開始第一期的話是這類的圖案 但後來的話會有慢慢有許多動物啦 植物啦等等的圖案都有 所以當初只是委託受過這個德國大廠委託 所以你們只是純粹的一個生產工廠 是 還沒有到品牌對不對 還沒 好 那再來呢 那再來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就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商 WOMA的綠點供應商 好 那綠點供應商是什麼意思 綠點供應商主要就是說 我們在任何的不管是環境 然後人事或是產品的品質上 都得到一定的標準 國際標準才會有這個綠點供應商 那在台灣應該沒有幾家工廠有得到這個認證 算是你們非常的早 對 嗯哼哼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什麼竹炭機那些優良廠商類似這樣的意思 那這就是國外的WOMA這邊給我們的綠點供應商的認證 它就是品質上的保證 非常大的一個保證 嗯 然後再來 再來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呢 完色博士就是我們洪董市長 他參加我們彰化線SBI創新研發計畫 他研發出一種可以在任何光滑表面上書寫的環保型液態粉筆 那我想問一下主持人 你們在一般我們在寫黑板的時候是不是用什麼筆寫 就是粉筆 對粉筆 那粉筆有時候老師寫太大力是不是會怎麼樣 斷掉 會斷掉 可是插黑板又很多什麼東西飛下來 哦 我講這樣 花石粉 對那個粉 對粉塵飛下來很不舒服 老師這樣會影響他的健康 所以我們完色博士呢就改善了這兩個缺點 不會斷裂又不會有粉塵 又兼具安全環保水性的概念 所以它可以拿起來可以書寫在任何的光滑表面上 它可以任意書寫 也可以當櫥窗設計或汽車留言筆的功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它也可以當做白板筆來使用 可以 因為白板也是光滑的表面 對 只要是任何你想到的光滑表面都可以畫玻璃啊磁磚啊黑板白板都可以使用 而且我相信你們的這個顏色一定更多對不對 比傳統的白板筆顏色多很多 對 我們現在顏色還蠻多種的 目前會有七種顏色 然後主要是用在這個玻璃光滑表面上對不對 對玻璃啊磁磚光滑表面都可以畫畫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可以在家裡無憂無慮而任意畫畫都沒有關係 好但是2009年為什麼你們老闆會去想到開發這種環保型的高效能液態粉筆 他是看到什麼問題嗎 因為呢我們玩色博士他有接觸學校 那他常常就是他有做蠻多學校的家長會會長啦 家長會顧問啊等等 那學校老師常常接觸就會反映到說 老師都要用粉筆寫字 那是不是很傷害身體 因為在跟老師聊天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在做顏料的 所以玩色博士他就一直去研發 想要說我要做出什麼東西可以讓老師使用又可以減少他 不要讓他健康有受損害 所以才研發出了這個環保型液態粉筆 所以那時候應該就是你們這個整個工廠一個非常風光的時候 然後後來是遇到什麼問題 還是說有一個什麼樣的轉機讓你們變成2014年要成立這個觀光工廠 因為我們是傳統型產業 傳統產業所以也知道說現在外銷比較不好做了 所以我們要慢慢轉型成觀光工廠 那也剛好在2014年的時候我們遇到我們的縣府那邊有一個輔導案 是想要輔導我們變成觀光工廠 那我們早期呢也有開門市在田尾公路花園的部分 那也有小小的門市的經驗 那主要的話那邊是大型的DIY教室 我們就開始變成觀光工廠之後 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顏料的生產 讓消費者可以更理解我們說我們顏料是安全無毒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就是你們本來的工廠嗎 是現在目前您看到這個地方是 原本是兩條大型的生產線 那全部往旁邊移動移到我們另外一個場域 然後變成這邊變成觀光工廠 所以就是把工廠稍微移開一點 然後這邊空地保留下來 然後變成轉型成觀光工廠這樣子 對目前觀光工廠要有 就有一個概念它是說要有在生產的觀光工廠 才有辦法申請觀光工廠 有在生產的生產廠 才有辦法變成觀光工廠的部分 我懂就是說假如你的工廠的生產線已經停下來了 你就不能夠申請觀光工廠 對你一定要是有在生產自家的產品的 才可以去申請那個觀光工廠的申請案 對 所以這樣子要申請一定有一些程序要跑 那是不是相對是彰化縣政府有提供一些協助 或者是有一些補助 然後才會去鼓勵很多傳統產業 紛紛轉型成觀光工廠 是當然在申請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補助 但是補助金額可能彰化縣政府這邊補助金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還是說我們這邊 主要還是要靠自己 對還是要靠自己去 轉型只是一條必走的路 因為如果你不走的話最後就是拜拜 對等於說我們這邊觀光工廠 變成一間很大的showroom 等於說國外的客戶來的話 他可以來到觀光工廠裡面直接看到 他想要的飲料做出來的完成品會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他要的效果 對是還蠻不錯的一個showroom的部分 就是對客戶也有這個使用的價值 對一般我們消費者也可以直接接觸到 到底這個顏料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那如果一般的遊客或是小朋友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會先介紹這個企業歷史 最後是不是還有一些互動體驗 就是有問答嗎 我們這邊還是有有講真答的部分 那有講真答的部分 所以在我剛剛介紹企業歷史之中 有沒有認真聽呢 我們主持人有認真聽嗎 非常認真 有認真聽 好那我們主要會來問一個問題 好 我們早期是生產什麼起家的 顏料 是顏料嗎 我知道 兩個字 膠水 對膠水掌聲鼓勵 很棒很棒 好那我們拿出來的禮物呢 是我們的現在這個階段 是我們送我們的設計版的部分 對是我們自己生產的設計版 然後會叫做主持人所上 好那我想要再組成一個問題 我們最特別最特別的顏料 神奇彩繪創一天是在幾年誕生的 我當然知道神奇彩繪創一天 1996年 對很棒很棒 德國大廠 他在1996年誕生的喔 好那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什麼名字的觀光工廠 愛玩色創意館 是謝謝你很棒 那我們禮物交到我們的主持人所上喔 好那聽眾朋友如果你來參加導覽 然後你回答問題答對了就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模型畫版 對對對 然後有一個獅子圖案有個長頸鹿 有個大象然後有個鴨子有個雞 它圖案呢會在每一個場次隨機發送 所以每一次你可能拿到圖案會不太一樣 所以呢聽眾朋友你再笨 只要你這個畫本放在這個白紙上 你就能夠照這個邊去把它描出來 對就可以直接描繪出來 所以這個蠻適合這個幼兒園的小朋友 就非常適合 嗯對對對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是可以像是金蔥的顏料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產品 這是金蔥粉的部分 對這個不是一般美術有時候我們在調原料 就加一點金粉對不對 是是是做點綴的 所以這個的話可以再畫我們飲料 畫完同時你畫完長頸鹿的同時 你可以撒一點粉 讓它變成亮亮Bling Bling的感覺 對那等它硬了之後金粉就是黏在上面 那就可以私下任意黏貼了 喔是是是 好這個就是你們在對一些小朋友的一些禮物的一個設計 對那我們的導演部分的禮物啊會隨時間會一直做轉變 這樣也是鼓勵他們專心聽 要不然我相信小朋友一定不會專心聽 他只想趕快進去畫畫對不對 對因為這邊顏色比較色彩豐富 所以他們會有點會看其他地方 所以用小禮物來吸引他的目光 好那這邊這個這塊展板總共有五個問題 那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來這邊可以一個一個來考驗 而且我知道翻過來一定有答案對不對 是所以呢在答案之前可以先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然後來搶禮物就對了 對對對 好那我們現在呢向左轉轉到一個 哇有沒有覺得來到森林的感覺 立體的場景有個兔子然後有很多森林然後有樹有很多動物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邊呢是我們要進入到我們的晚舍博士的秘密基地 但是要進去之前我們要先介紹一下探險的小夥伴 那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有提到這邊有一隻兔子 它有名字它是我們吉祥物它叫做凱樂兔 那為什麼它叫凱樂兔 知道顏色的英文怎麼說嗎 Color 對 Color 唸快點就變成凱樂了 那我們凱樂兔呢 它身上它的表情是很不開心 不舒服 對因為它身上沒有顏色然後這邊頭部的部分又髒髒的腳也髒髒的 所以它很不開心它想要去尋找顏色 那大家準備好要跟它一起去尋找顏色了嗎 喔 因為它現在沒有顏色所以它人生是黑白的 對 所以它想要跟大家一樣都變成彩色的人生 所以呢我們要開始我們的探險小故事囉 首先呢 我們凱樂兔走著走著 他遇到了我們的大象哥哥 大象哥哥一般身上都是灰色的對不對 對 那凱樂兔就問大象哥哥說 大象哥哥啊你好喔 你身上有很大一塊灰色耶 可以分我一點點嗎 但大象哥哥跟他說不行喔 因為我身上的灰色很像是洗泥巴浴的關係耶 還是你要洗洗看呢 那他就邀請凱樂兔一起噗通 跳到泥巴浴裡面洗啊洗啊洗 全身就變得灰灰的兔子囉 那他只好跟大家跟個拜拜囉 我要去炫耀我的新的顏色了 那他繼續往下走 他就會遇到了其他的我們的動物夥伴們 那他下一個會遇到我們的太陽 也會遇到我們的大樹 也會遇到我們的小魚妹妹 那一路上呢他都要一直去尋找顏色 可是他尋找了一整天都沒有找到顏色 那我們丸色博士呢只好派出他的兔子軍團 要來幫他去尋找顏色 到我們的丸色博士的秘密基地裡面囉 喔我懂了這個故事就是為了後面的導覽做鋪陳 讓小朋友知道說我們怎麼幫助這個 凱樂兔去找到他身上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要進入這個秘密基地 就有一個門我們要進去 對我們丸色博士的城堡黃門要打開囉 好所以最後他就找到很多他的同伴 他的兔子軍團一起要去找顏色 那我們要現在走入裡面的這個門 來一起探索顏色的秘密 看看他到底可不可以找到顏色對不對 對好我們要一起進入到丸色博士的色彩城堡囉 那我們在尋找顏色之前呢 我們要先認識顏色 所以我們第一關 第一關關卡來到我們的色彩實驗室 色彩實驗室呢 就是要介紹我們的三原色 那三原色呢 就是我們的紅色黃色跟藍色 那為什麼他叫三原色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被任何顏色調配出來的 但是三個顏色相加起來 會變成我們的暗和色 不會變成我們的正黑色喔 我們都一直以為是黑色 結果是暗和色 是暗和色喔 正黑色跟白色是調不出來的顏色喔 所以來到色彩實驗室 我們會現場從小朋友上來進行做實驗的動作 到DIY教室可以利用這個調色的色彩方式 去用我們的顏料去進行調色 原來現在學的就是為了DIY的時候 讓他們使用能夠會去混合顏色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主持人有沒有想要來體驗一下呢 好啊 那我們現在來幫我們的聽眾朋友體驗一下 好 所以現在我只看到三個 是我們現在會準備三原色 那我想要考一下主持人 您知道我們的橘色是什麼顏色加什麼顏色嗎 橘色比紅色淡一點 是 所以它應該有紅色 嗯 那有比黃色深一點 所以它是不是紅色跟黃色調出來的 對很棒的概念喔 那我們來調一下我們的橘色 哦 所以我們現在居然是真的用 對 我們現在居然是真的用 顏料跟杯子 然後是1比1的比例嗎 對 比例上的不同的話 它的深淺度也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隨心隨意看 你要多深還是多淺都OK 所以我們來幫我們的聽眾朋友試驗一下 我們倒一點點黃色 倒一點點紅色 大概1比1的比例 然後搖一搖 搖一搖 有沒有變成什麼色 果然變成橘色 橘色了 變成很好喝的橘子果汁 所以呢主持人還是有點誠實的 我們真的答對這個標準答案 對很棒 掌聲鼓勵 好但是我看到更有意思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看到有很多那個可以 以前這個就是在夜市那個色飛鏢使用的那個轉盤 對這邊少了飛鏢的部分 那其實呢就是要讓我們眼睛去看我們的眼睛的一些 互補效果對不對 對這邊呢我們也會有5個大轉盤 那它是視覺性的效果 可以來到這邊 假如沒有上台去調實驗的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我們旁邊的轉盤這邊 去動手轉轉看 它會有視覺性的效果產生喔 但是在轉的途中 頭會暈暈的 是正常的現象喔 所以我們現在來幫聽聽我們有試驗一下 我們剛剛介紹這個原色的 這個三個基本的原色 也是那個 紅藍黃 那在我們這個展板這邊呢 就有一個大圓圈 它剛好是紅黃藍各三分之一 然後我們用快速的轉動 看看我們的眼睛會變成什麼顏色 非常快速 那麻煩我們主持人一定要盯著中間看喔 眼睛要一直盯著它才會變色喔 必須盯著這邊中間 那我先瞇瞇眼盯著正中間 然後 因為我們這個色塊比較大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定的轉軸速度 速度要夠快 眼睛才會開始產生錯覺 對它是視覺性 像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色塊比較小的 我們剛剛沒有調到紫色對不對 對 對來我們看一下喔 紫色就是紅色加藍色 我們開始轉囉 這色塊比較小 轉轉有沒有變成紫色了 聽眾朋友你一定看不到畫面 所以你可以在我們播出之後呢 上我的youtube去看這個顏色 真的是它本來呢 是紅色跟藍色的這個色塊交錯 當用快速的轉動之後呢 就會變成紫色 然後你聽眾朋友可以來看這段畫面 嗯 然後還有什麼特別的顏色 好 再來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沒有調到綠色的部分 那綠色就是我們的黃色加藍色把它轉動 就會變成綠色囉 好 你們現在有沒有看到畫面 沒有對不對 播出之後到我的youtube看 現在是綠色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本來的顏色呢 是藍色跟黃色交錯的格子 對 所以它快速轉動眼睛就會造成錯覺 原來這個就是配色的秘密對不對 對 它視覺性的效果 所以來這邊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就會瘋狂的亂轉 對 它根本不會去管那是什麼顏色 是 但是他們會被這個非常繽紛的顏色所吸引 跟可以瘋狂亂轉的轉盤 然後轉一轉了應該就有人頭暈 對 所以家長們很喜歡小朋友來玩這個轉盤 因為上車他就會乖乖睡覺 因為他暈了 對 好 那我們了解這個配色的秘密之後呢 我們來下一個展監 對 我們下一個區域關卡來到我們的顏料研究室 那顏料研究室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魔法顏料 它的 我們會把它分成六大類 那讓大家了解一下 魔法顏料它可以使用在任何的材質上面 那像是衣服啊 包包啊 帽子啊 鞋子啊 水壺啊 水杯啊等等 都可以做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前面這個展示品 比如說有這個安全帽 或者是有鏡框 或者是有保溫杯 全部都是用魔法顏料畫上去的 上面的圖案 我們的顏料可以拿來做布置做裝飾 讓我們的看起來比較普通的保溫杯變成很漂亮的保溫瓶的圖案的樣子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介紹就是什麼光滑表面都可以畫上去的升級彩繪創意貼 對 還有我們的像是我們快乾型的顏料像是金蔥彩繪顏料 那還有我們的升級彩繪創意貼跟環保型液態粉筆 還有專業級的彩繪顏料跟3D發泡彩繪顏料 還有我們的夜光銀光的彩繪顏料都有 六大類的部分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看到是這個六大系列的這個顏料 剛剛已經講過這彩繪顏色 魔法貼紙 生活顏色 步驟彩繪 3D發泡顏色 以及閃亮顏色六大系列的一個產品這樣子 是 那我來跟主持人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顏料好了 那我剛剛有提到我們的3D發泡彩繪顏料 一般來說我們聽到3D發泡都會覺得它是膨膨的還是平平的 發泡當然就膨膨的 對 膨膨的對不對 這個是畫在衣服上面的作品 那它這個是加熱過後的樣子 那您覺得加熱是要用什麼東西去加熱 吹風機吧 吹風機 對 或是熨斗 熨斗的話 可是熨斗的話小朋友沒辦法做使用 因為它太危險了 所以我們玩色博士 為了讓大小朋友可以在家裡使用 顏料化好之後等它完全乾 用家裡的吹風機 一般吹頭髮吹風機就可以了 風量開到最大一定要記得是熱風 把它吹一吹它就會膨脹變成立體的 所以它本來一開始塗上去不是立體 它是平面的 一開始是平面的 等加熱之後它就膨起來 像爆米花爆開這樣子 對 那它就會膨脹起來 比如說我們畫在衣服上 它一樣喔 可以丟下去洗機洗 它不會洗壞的喔 喔 所以這個呢 就是聽眾朋友 你哪一件素色的衣服 然後你上面要畫什麼圖案 或要寫什麼字 通通都可以 對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親子妝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勾勒圖案 自己畫好之後 那就是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衣服了 絕對不會撞山對不對 對 現在很害怕撞山的部分 而且呢如果你要告白 你不好意思講 那你跟這個女孩子約出來 就寫她的名字 直接寫在身上 誰誰誰 蔡某某我愛你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她馬上就掉頭就跑 不會不會 馬上就知道你的心意了 那可以畫在包包上的也有 還有另外一種 可以畫在指甲上面的顏料 指甲上面一樣 它是3D金蔥彩繪顏料 它是畫在指甲上薄薄一層 不要的話把它撕下來就好了 那一般市面上的 畫在指甲上的顏料呢 是指甲油的部分 但它會有會發性的物質產生 所以家長們 比較不敢給小朋友做使用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可以小朋友自己去塗你的指甲 愛怎麼塗就塗 那如果你不喜歡 或者是隔天要上課 把它撕下來就好 對 因為我們顏料都是安全無毒的 對 所以小朋友不要的話 直接把它撕掉就好 或去洗澡啊 洗手都沒有關係 可以當指甲才會做使用的 所以這個 完全是針對小朋友對不對 是 因為他們對這個化學的東西 他們的膚質會更加的敏感 會比較敏感 對對對 所以我們的顏料都有經過我們的歐美的無毒認證 那我們現在向左轉 看到一大塊透明的玻璃 嗯 然後這個玻璃呢 到底要幹什麼呢 我們來研究看看 好 這邊呢 是我們的親子互動區 是大朋友小朋友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那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有寫三個字 就是愛玩社 那這邊呢 它是用我們的顏料寫上去 那我們摸摸看會不會掉 有掉嗎 不會掉 不會掉 就是真的用原料寫在玻璃上面的 畫上去的 但是我們畫在玻璃上要怎麼擦掉呢 家裡幫我準備濕抹布 把它輕輕的擦一擦 哇 就可以擦掉囉 完全的擦掉了 而且很乾淨 濕抹布 濕抹布或濕紙巾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叫做這個 親子互動區 親子互動區 就表示說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畫 那大人呢 就站在後面畫 小孩子就坐在後面的椅子畫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角色要顛倒 真的嗎 對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在家裡 我們沒有辦法任意的去畫 爸爸媽媽的臉對不對 那來到這邊 我們就要請家長坐在玻璃裡面了 那讓小朋友呢 來改造一下我們爸爸媽媽的樣子 來看一下他們心目中 爸爸呢是英雄 媽媽是公主的樣子了 我懂 就是呢 爸爸媽媽站在玻璃的後面 然後小朋友呢 透過玻璃畫他們的樣子 是 利用的液態粉筆幫爸爸媽媽改裝了 因為如果憑空想像 小朋友絕對畫不出來 所以那個人要站在前面給他畫 是是是 所以家長呢 會被畫得很開心 而且我相信那個現場一定會嘻嘻哈哈 他們一定會很高興 因為他在爸爸媽媽媽的臉亂畫 對不對 真的我現在現場 我們這邊有看到 爸爸被畫成比如說獅子的樣子 然後媽媽呢 可能在他心目中 可能是一個小公主的感覺 有戴皇冠啊 戴珍珠項鍊等等 都有 所以我在想導覽到這邊 是不是小朋友都不想走 是 這邊的時間會耗比較多時間 所以反而你們要一直趕 趕快往前走 下一批要來了 等一下大家有輪流的時間 這邊這邊要不要我幫您畫一個 我們的兔子的造型 好那現在主持人呢 不得已喔 因為現場 現場完全都沒有遊客 只有主持人我就坐下來 我現在模擬成那個爸爸的樣子 給小朋友亂畫 那我的臉要貼玻璃 好的 讓小朋友才會描得比較精準一點 我們來幫主持人變成一隻可愛的兔子 那聽朋友呢 在播出完之後 你可以上youtube去看 這個畫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主持人的鼻子在這裡 他居然給我畫白鼻子 好 來一顆大牙齒 那我們有很大的鬍鬚 好手上呢 我們兔子最喜歡吃什麼 蘿蔔 蘿蔔 對我們就畫一個很大根的蘿蔔 讓主持人吃飽飽 那今天呢 很歡迎主持人來到我們愛玩車創業館 所以送他一顆很可愛的氣球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拍照給大家看 看看我現在到底變什麼樣子 我變成一個兔子 然後留兩個門牙 然後手裡拿一個白蘿蔔 可是我喜歡吃紅蘿蔔 他就給我配白蘿蔔 我們可以上色 變成紅蘿蔔 那聽眾朋友呢 有興趣可以上網去看 看這段畫面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那我們繼續就再往前走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哇 這個三元色的樓梯 然後爬上去 是不是有個秘密通道呢 對 那我們剛剛在前面有聽一隻小故事 我們這邊要回到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抬頭看一下 我們的凱樂兔在上面 他背著他的小工具 原來啊 是我們顏料工廠的機器壞掉了 顏料都流下來了 也噴灑到天空上去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 天空發生什麼事情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往上走 看看這個二樓到底有什麼秘密 好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聽眾朋友聽著聲音 就知道有回音喔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空曠密閉的一個空間 然後看到很多星星 那我們往中間這邊站 面向我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把眼睛往天花板看一下喔 那我們一起來倒數囉 3 2 1 哇 有沒有很多星星跟月亮呢 有 現在這邊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星空了 對 這個是利用我們的螢光顏料 它透過紫光燈的效果呢 就會有星空的感覺囉 但是一般家裡可能沒有紫光燈 沒關係喔 可以利用我們的夜光顏料 好 夜光顏料就是早上吸日光燈的光 那把電燈呢 或是晚上的時候關掉 它就會變成我們就會發亮了 那發亮效果大概是15至20分鐘的時間 剛好呢畫在 假如畫在小朋友的房間的話 剛好它可以數星星數到睡著的時間喔 所以意思就是 聽眾朋友可以買這個夜光顏料回去畫小孩子房間 那晚上睡覺它就會非常的興奮 對 或者是說可以畫在我們的開關上面 晚上起來可能要找電燈開關找不到 可以畫在開關上它就會發亮了 那我們看完星空之後呢 我們要來變白天囉 一樣倒數囉 3 2 1 好 我們變回白天囉 那有沒有看到我身旁這裡有一個動物 是誰呢 是我們的Color 2 對 是我們的凱樂兔喔 那我們凱樂兔 我站的這個地方 是我們凱樂兔的秘密通道 那我們等一下要跟著凱樂兔的腳步 一起走他的秘密通道 去看一下魔法顏料是怎麼製作而成的喔 這個洞很小 就表示說 我們要鑽進去滑下去囉 是 這邊呢 是我們的溜滑梯也是大小朋友最愛的地方了 那為了大家安全起見 一樣 我們限重70公斤 剛好我69公斤 對 那我們來體驗看看好不好呢 好 好 好 那我們呢 透過溜滑梯就滑下來之後呢 然後就到了下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 叫做魔法顏料製程區 對 就是真的要教小朋友 顏料到底是怎麼調出來的對不對 是 那這邊魔法顏料製程區呢 我們一樣簡單分成四大步驟 跟大家做介紹囉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囉 我們來這邊看實體的部分喔 那第一個步驟 我們會先準備我們的原料 那裡面那一包一包的不是泥土喔 很像阿門頭 對 不是阿門頭 那是原料喔 那我們原料呢 都是安全無毒的原料喔 那原料先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要進行下一個步驟 好 那個原料大小好像跟阿門頭一樣差不多大小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步驟呢 裡面您看到那一台大台 它是我們的攪拌機 把原料準備好 加進去我們的攪拌機裡面 再加一點點我們的魔法粉 把它攪一攪 就會變成我們的魔法顏料囉 所以原料本身也是粉對不對 對 然後再加魔法粉 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大概要攪拌多久 攪拌的話 它機台它會有固定的一個時間 那生產的部分呢 可能會我們專業人員去做設定的動作 那魔法粉的話呢 它就是我們的秘密配方的部分 所以就是不能公開 因為大家都會馬上就會copy過去 對 那攪拌好顏料之後呢 就會到我們的沖田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準備大大小小不同的瓶子 把它沖田進去裡面 就是像大包裝小包裝這樣子 是是 把它沖田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包裝了 包裝的話呢 我們人要穿衣服 顏料也要穿衣服 那裡面看到這一台呢 是我們的自動貼標機 那就是幫它穿上衣服 蓋上蓋子 就會像我們在賣場看到的商品一樣囉 喔 我懂了 其實聽眾朋友你可以去想像 就是好像 比如說我們的寶特瓶汽水 它可能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先把汽水灌進去 然後貼標籤 然後鎖瓶蓋對不對 是 所以顏料也是 最後沖田完之後呢 就是要貼上面的標籤跟蓋子 對 它是每一個有流程步驟的 那還有我們看到最後一台 是我們的風卡機 風卡機呢 就是我們的 顏料的外包裝 盒裝的部分 它是風卡 它是一卡一卡式的 那裡面的話 就是把顏料都擺好 擺在泡殼裡面 再放上我們的卡片之後 進行高溫加熱風卡 就會變成一卡的顏料了 一卡就是類似 一整片 喔就是色塊喔 對 吊卡式的 然後有多少顏色 這台 目前上面放的板子是五種顏色 喔就是把五個顏色 全部壓在同一個卡片上 是 然後它是一罐一罐的 所以回去你把那個磨拆開之後 它顏料就是分散的 喔就可以直接使用這樣子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到賣場 就可以看到它的完成品了 那這個磨它有非常多種 因應不同的產品 它就有不同的模組 這邊 抬頭看一下 好抬頭還有東西 我看到日光燈 喔不是 不是我們這邊 樓上的DIY教室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海底世界 這個呢就是用 利用我們的液態粉筆去畫製出來的 所以在家裡也可以當櫥窗設計 或是家裡有開商店的話 可以用液態粉筆去做櫥窗設置的布置 意思就是說呢 聽眾朋友你可以買顏料回去 你的小朋友如果 他愛怎麼畫 就去讓他去玻璃 隨便他畫 反正畫完晚上就全部把它擦掉 免得你自己氣得要死 你還要去買油漆 把牆壁重新再粉刷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面這邊 好我們來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呢是我們的畫家 他利用我們的六大系列的顏料 去繪製出來的作品 就是交錯使用你們的全部的產品 去做出各式各樣的這個 圓形的一個藝術品對不對 那這些作品呢 也有在我們的美術館那邊做展出喔 好那介紹完這個 顏料的這個製作流程 以及上面的這個彩繪玻璃 以及左邊的這個中和顏料 去做出來的一些畫板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那這邊呢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兩台機器 這兩台是我們的手動式充填機 也是我們其中一個課程 是讓大小朋友可以來體驗一下 充填顏料的樂趣 製作屬於自己的產品 這個有點像那個雙麒麟機 往下壓那個雙麒麟就 擠下來對不對 這個是最早期的手動式充填顏料機 那我們現在 因為顏色比較多 所以多半是半自動化 以前呢 機器沒有那麼多喔 所以就是要靠人工去 擠壓填充就對了 是 然後也會 可能有時候量會稍微有點偏差對不對 是 所以現在那個 充填飲料機半自動化 它就是固定量式的 對 都會很精準的 每一瓶都是固定的容量 嗯 接下來我們離開這區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 我們的DIY教室 喔這個教室呢 很像咖啡廳 蛤 設計蠻新穎的 跟一般傳統的教室不太一樣 對 教室為什麼會設計成這樣 是因為 爸爸媽媽一定會 跟小朋友一起畫畫 對 所以當然要給爸爸媽媽 做得非常的舒適 很休閒的感覺 就是有靠背的椅子 不是只有那個小板凳這樣的一個做 對對對 所以讓爸爸媽媽做得舒服 才會讓 才會可以慢慢的陪小朋友去做 彩繪的動作 好那我們桌上有看到一些 顏料 可是到底要畫在什麼上面 好 那我們這邊先請坐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作品的部分 因為來到這邊呢 主要的話它就會看上面那個 課程圖的部分 那你現在體驗的是我們的B課程 它是神奇創意貼 那它會有圖案可以做選擇 那主要都是以我們的課程圖的部分下去做選擇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彩繪的這個B課程呢 其實它 算是蠻簡單的 因為這個熊的圖案 它已經幫你先做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把它身上倒入 你想要到的顏色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的顏色呢 桌上會幫你準備我們的基本色 它是有12個顏色 那為什麼它叫基本色呢 是因為 我們剛剛在色彩實驗室有調到 有學到調色 所以來到我們的DIY教室 你就可以利用我們的基本色去進行調色的部分了 那我們看一下 後面玻璃上方有一台色馬列車 它是我們玩色博士的色馬列車 上面有1到13號 但是有沒有發現12號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12號是灰色 那我們來考考一下主持人 灰色是什麼顏色加什麼顏色 三個隨便亂腳就變灰色了 好我們還有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就用我們的黑色加白色 把它攪一攪就會變成我們的灰色囉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為什麼要有色馬列車 是因為我們的顏色乾掉的時候呢 會比較深比較亮 會再變成比較亮比較深的顏色 所以呢我們可以依照色馬列車去進行配色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以後你們在生產的時候 就是靠著這個色馬來生產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每一個顏色呢 它後面都有它的身份證字號 它後面都有它的色馬標籤 所以呢之後可能在家裡 你覺得哪個顏色用完了 比如說我的8號的色號 8號是我們的白色 它用完就直接在跟我們訂購的時候 就說我是要購買8號 對它用色馬去做配置的 這樣子比較精準 它如果講紫色 可是它眼睛搞不好看成綠色 它把綠色講成紫色這樣 紫色有蠻多種深淺色都有 所以利用色馬去做分配 就是以後如果你少了哪個顏色 你就打電話來說要買哪個顏色的號碼 對不對 對好 那我們先來做上色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整個流程大概畫完要多久 畫完大概30分鐘左右 那重點是怎麼乾呢 自然乾 我們顏料都是水性無毒的顏料 所以它是採自然乾的方式 因為我們在繪製的過程中 顏料還沒有乾 用吹風機大風去吹它的話 它會變成皺皺的 會有皺紋出現 瞬間老化 而且可能會吹到別的格子去 你就毀了 對所以呢 我們就讓它自然乾就可以了 那只要平放靜置 在平的地方讓它自然乾 它就會變成可以濕下來的圖案了 現在聽眾朋友呢 你先靜下心來等我30分鐘我們開始來塗 然後呢 這30分鐘因為時間蠻長的 那個幫我們唱個歌 唱個歌嗎 可能大家耳朵會受傷啊 大家只是會轉台而已 因為一般來說 消費者會比較會覺得說 我們的這個顏料是不是像是 夜市的烤化 然後現在夜市有一個叫做烤化 那烤化是必須要高溫加熱烤過才會乾 不然它是化完之後它永遠不會乾掉 所以它的顏料是不需要蓋蓋子 對 所以它那個顏料是在烤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揮發性的物質產生 所以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化學的成分在裡面 對 所以呢 它沒有辦法讓大小朋友可以帶回家做使用 所以呢 我們這顏料呢 講求大小朋友可以在家裡自己的灰灑創意 所以呢 顏料都是採自然乾的方式 而且都是水性無毒的顏料 所以意思是我拿來舔一舔 對 沒關係 但是我不會幹這種事 這個味道還是怪怪的 沒有甜味 對還是顏料的味道 好 那時間光陰匆匆已經過了30分鐘 那我們來讓聽眾朋友看到 主持人呢 非常的有藝術的天分 我們來看看我的配色怎麼樣 我現在呢 是用這個LINE的這個熊大 來做這樣的一個顏色的配色 嗯 很可愛 個人非常的滿意 它就是乾掉 乾掉就可以從黑色框線這樣撕下來 貼在任何的光滑表面上 所以就是你們家的玻璃這樣貼上去 對 對不對 它就可以貼上去 可以一直重複撕貼喔 永遠不會壞掉喔 它就是靠那個靜電的效果 黏在上面 跟靜電比較不一樣 靜電貼太多次它會越來越不黏 那這個的話呢 雖然我們摸起來 手摸起來沒有任何的黏度 不太黏 但是它在顯微鏡下面 它的顏料是有在分泌黏液的 是肉眼看不到的喔 這就是我們顏料神奇的地方了 所以它會一直偷偷的分泌一些東西 只是我們看不出來 對 看不出來 這樣的意思嗎 那個偷偷分泌的東西 就是讓你去附著在光滑表面上 對 所以你就可以做任意濕貼的動作 等於說 我今天想要佈置哪一個窗戶啦 或是我們的冰箱啊 玻璃啊 都可以任意的佈置 這樣子呢 聽眾朋友如果來呢 帶這個產品回去呢 就會讓你不會沒事一直想打小孩 因為不管它玻璃怎麼畫 你都可以馬上塗掉 是 所以說不怕小朋友在家裡任意的灰灑 那我們接下來做完DIY 我們一整個就會看到我們凱樂兔找到顏色了 那這邊的話 DIY就是它會因應節慶 那會佈置成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圖案 就是不同 下次 因為現在呢 馬上是端午節 所以你就畫個龍舟醬 對 那下次中秋節你就畫個長蛾 是 朝末集 好 那我們現在即將完成任務對不對 是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跟著凱樂兔一起探險完成之後呢 就看到我們的凱樂兔 他尋找他 到他身上屬於他自己的顏色了 所以他已經變成五顏六色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凱樂兔 對 一個繽紛的兔子了 好 那在進完了 剛剛很多的這個體驗跟學習之後呢 當然這個遊客來了 難免就要帶點東西回去對不對 就開始有些紀念品跟伴手禮 嗯 那我們現在走入了就是你們的這個 產品的這個部分 嗯 我們的魔法商店 好 那我們就是看到我們這邊有非常多 不同的顏料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區 都是我們剛剛DIY教室所使用到的 神奇茶會創意貼的顏料了 那我們上面有看到 哇有沒有非常精緻的作品 這個呢 都是我們玩色博士跟手工醫療老師 去畫製出來的作品 全部都是用顏料畫出來的喔 好那剛剛講到有這個六大系列 那可能有些遊客他可能就覺得很懶啊 他這個每個顏色都不一樣 每個系列都不一樣 所以到底有沒有一個比較簡單的組合包 能夠讓他就直接回去 就能夠馬上創作這樣子 像是比較好上手的話呢 就是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紫色的組合 它裡面呢已經幫你配好了顏色 也有框圖也有框筆 那也有點綴的金蔥膠 回去就可以馬上上色畫好之後 就可以撕下來 就是有像剛剛我們在DIY教室 體驗的那個熊的那個圖案 對 樣品在裡面 對 所以你只要把顏料倒進去就好了 而且比較好玩的是 這個圖案呢 是可以讓你任意挑選的喔 一組合不同大小 你就可以去挑選你想要的圖案 我們現場有非常多的圖框 可以讓你們做選擇 所以圖案可以另外再選就對了 是 等於說 比如說我選的組合大小不同啊 我這邊有A6有A5A4的圖案 可以讓你任意的挑選 那有沒有這個超級排行榜 這個第一名大家最愛選的是哪一個 第一名嗎 我們最愛選的當然是我們的 這個 黃冠小熊 對小熊的話呢 是我們的小男生小女生 都非常喜歡的一個圖案 那還有呢 像小男生最愛的話 還有我們的恐龍 恐龍系列這邊 這個恐龍居然是非常可愛的恐龍 而不是那種很可怕的恐龍 都比較Q版一點 那小女孩呢 還有我們的蛋糕系列 對這邊還有蛋糕的部分 而且蛋糕呢 你就可以用各式各樣這個顏色 把它弄得很繽紛 很好吃的樣子 對對對 也有可以利用我們的金蔥的顏料 去讓它有一點亮亮的感覺 哇 所以這樣的這些產品 其實基本上都設計蠻簡單的對不對 對會讓小朋友 可以儘快的上手 去做繪製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我看 大概幼兒園都能夠做對不對 對幼稚園的小朋友 其實都還蠻可以簡單的上手 去做繪製的 再來我們看完了我們的神奇創業貼之後呢 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金蔥的彩繪顏料 像這是我剛剛有提到 可以畫在指甲上面 也可以畫在任何的材質上面都可以畫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小朋友都會習慣帶水壺出門 對 但是水壺會容易弄丟 所以呢可以利用我們的顏料 金蔥的顏料可以在上面寫上你的名字 而且有時候萬一兩個水壺同顏色就搞不清楚 對 或是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那都要用一樣的水壺 小朋友都要用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做分別不一樣的圖案 那也可以寫名字啊 這個呢可以去水洗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大力摳它 大力摳它它就可以撕下來 所以用水洗它不會掉 除非你用力去把它扒掉它才會掉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的話就把它撕下來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畫太醜 你見不得了你就趕快把它撕掉重畫就對了 對就可以直接重畫 可以任意的實貼的 那還有像是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發泡的顏料 發泡就是剛剛的衣服啊那個畫上去 然後吹乾之後就膨起來 對3D發泡的顏料 像這件就是還沒加熱過後的 這件就是加熱過後的樣子了 然後一摸就知道了對不對 沒加熱 這邊 上面這個 沒加熱就是平的 加熱過後就是會變成 有點像棉花糖軟軟QQ的感覺 對就好像一旁蹦開了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剛剛的液態粉筆的部分 那這邊呢會有我們的七種顏色 那我們顏色一樣可以互相調色的 液態粉筆就是可以畫在任何光滑的表面上 對 所以呢 聽眾朋友你們家如果有白板還是有玻璃 就可以用這個液態粉筆來畫就對了 這個還有一個很好玩的玩法 就是我們小朋友可能會做一些身體彩繪 他也可以畫在小朋友的皮膚上面 都是沒有關係的喔 可以做暫時性的彩繪 這個呢就是剛剛那個主持人的臉被畫成兔子那樣的對不對 對 液態粉筆畫出來的 對 那還有我們呢 因為我們是生產膠水起家的 所以我們不能忘本 一剛開始呢我們參觀完導覽物線出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有一櫃 是專門是我們的膠水的部分 這個膠水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顏色是綠色 到底它有什麼神奇的地方跟一般膠水不一樣 這個比較特別是 一般膠水它是立著的 對 但這一支我們是倒著 可以讓你的膠水量會比較省之外呢 也比較不會流出來 通常膠水用久了是不是 流的全部都是 喔我懂 對 我們是把它倒過來設計的 嗯 倒過來做設計 那我們也有牙膏形狀的 牙膏形狀的膠水 這個買回去小朋友會 會不會把它當作軟糖給它吃掉 很可愛 還有我們的小熊形狀的膠水 那最後時間差不多了 那個Doris幫我們介紹一下你們的開館時間好不好 開館時間呢 是早上9點半到下午5點 那每天都有固定的導覽場次 是早上10點下午1點半跟3點半 那我們的修館時間是固定是每個禮拜的 禮拜一 星期一修館 對 然後禮拜二到禮拜天都有開 對 好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Doris幫我們介紹這個 愛玩社創意館 那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呢 也可以在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下方有他們的粉絲頁的連結 可以點過去 如果有興趣來這邊參觀的話呢 就可以透過粉絲頁跟他們互動 好我們節目時間到這邊 謝謝 謝謝